中文字幕不大名 好 我们开始读《法授经》 Namota esa Bhagavata Arahato Samm Sambh Род Namorth rencont Namota esa Bhagavata Arahato Samm 丽敬世尊阿罗漢 圣等正觉专者 第九 噩品 第16解 应急速作善 制止罪恶心 怠慢作善者 心则喜于恶 第17 若人作恶以不可数数作 莫起于作恶,即恶则受苦 第18 若人作善以应服数数作 当起于作善,即善则受乐 第19 恶业未成熟,恶者已为乐 恶业成熟时,恶者方见恶 第20 善业未成熟,善人已为苦 善业成熟善,善人此见善 第21 莫兴于小恶,为我不招报 虽知滴水落,亦可满水平 如夫仍其恶,少许少许值 第22 莫兴于小恶,为我不招报 虽知滴水落,亦可满水平 智者缘其善,少许少许值 第23 商人避险度,半小而货多 爱生避毒品,避恶当应已 第24 解若无有仓双手,可以其手持毒药 毒不能患无双手,不作恶者便无恶 第25 解若犯无邪者,清静无染者 罪恶向愚人,如亦风阳尘 第26 解,有人生于母胎中,作恶者则堕地獄 正直之人升天界,漏尽者正入涅槃 第27 解,非于虚空及海中,亦非入新山洞窟 欲求图顿恶者,世间实无可觅处 第12 解,非于虚空及海中,亦非入新山洞窟 欲求不为死磨製,世间实无可觅处 《法举经》第9 解,《法举经》第9 解,《恶品》 大家都不知不觉读了8 解的《法举经》 已经读到第121 解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每一 解有一个标题 这 解是《恶品》,上的解是《千品》 《恶品》当然是讲恶事 所以全品都是讲恶行,恶行,恶心 我们上次讲的第121 解,记得吗? 莫兴于小恶为我不招报 虽知滴水落亦可满水瓶 如枯形其恶,少许少许即 那我和大家分享过什么? 哪部经? 《范网菩萨解经》里面讲 莫兴于小恶 水滴虽微渐营大气 刹罗造罪殃堵无间 一室人身万劫不服 犹豫不骂 怎么? 过于山水 今日虽全明日明亦难保 即是说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那种变化万千 我们不要那么大安置意 今天我好好地走着 吃着 睡着 玩着 看着 笑着 未必大家都不知道什么事 没有人知道什么事 我们经过几十年的经验 我们都知道 无论老的 无论年轻的 我们没有一个可以猜得到 明天自己是怎样的 所以要把握当下 第122解说什么 莫兴于小善 为我不招报 虽知滴水落 亦可满水平 智者缘其善 少许 少许计 实在这句与一二一解是很相似的 但是这句就是说什么 上一句就说小恶 今一句就说小善 所以我们中国就说 不以 莫以小善而不为 莫以恶小而为之 所以叫我们不要轻视 不要轻视 虽然种种的小小善业 不要以为这些善业的好处 没轮到我 有排都没轮到我 要知道 滴水 虽然滴水落 滴水 都可以充满一个水平 亦可满水平 智者缘其善 虽然有智慧的人 虽然少许少许做的那么多 做的那么多善业 他说少许少许即 始终会即最一生的善业 这个故事是谁呢 就是说是谁呢 《不利盘达家》 《不利盘达家》 就是石黄射成的一个男人 他听完佛陀说法的时候 就很开心 很大信心 就决定要依着佛陀所教而行 那佛陀那次讲经 就不单只劝人要如何 去布施 去布施 他就是说要去捐献等等 他要帮助人 他更加要如何 我们自己布施 我们更加要劝别人去布施 因为这样 佛陀说因为这样 我们收到的功德会很大 这个《不利盘达家》 是其中一个社会城里的富翁 这个男人不是《不利盘达家》 一个男人听完佛陀说 第二天就邀请佛陀和其他比丘 去他的家就应供了 他希望呢 他希望什么呢 他希望周围的街坊 都能够可以第二天 可以有机会去供养佛陀 和所有的比丘 所以他就出去和一些人说 你们不如 佛陀明天来和比丘明天来 你们有什么供养 我们可以一起去供养 那么遇到这个富翁 叫《不利盘达家》 接着《不利盘达家》就 说这个男人走来 跟我拿东西去供养 看到他就说 这个人都不知道心怀鬼胎 为什么家家户户都去拿 难道他自己没钱 他自己没钱就叫人来 拿东西出来供养 他就怎么办 他可以去领供 他心里就起了一个念 他说 好心 没有这样的本事 就不要去请佛陀来应供 我们不是常常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看到别人做事 好心 做不到就不要做 又硬要去做 他心里当然是想领供 这个人也是这样 他就说 好了 我就随随随随拿一些东西给他 给一些米 给一些蜜糖 给一些牛油 这个 巴拉盘达家很有趣 他又把这个库库给他的东西 就放在一边 什么放在一边 不立刻放在其乐的贡品里 这个巴拉盘达家就看到他 这么奇怪 他就派过工人 你跟我跟着他 你跟着他回去 看看他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要把那些贡品单独放 当然他又是不怀鬼胎 心怀鬼胎 明天当然会告诉佛陀 这些就是那个库库捐的 你看捐得多少 那些东西多差 他当然是这样 你记得回去看着这个人 怎么样的样子 就派一个工人跟着他 那个工人跟着这个男人 回到这个男人家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男人就很细心地 很多东西就在这里 就很细心地把这个库库给他的米 就拿出来 每一份都放一些米进去 每一份都放一些牛油进去 每一份都放一些蜜糖进去 那份份都有这个库库的布施的东西 这个工人就回去告诉这个 不拉盆帆达家 不是的 我看到他这样做 他没有周到他告诉他 你给了什么 回到他看到他 把你给的那几样东西 他做了很多个盒子 每个盒子都放一些 这个库库又不是很顺 又不是很疯 第二天 就打算拿着把刀 拿着把刀 去着这个男人的家 打算看看他怎样说话 他肯定在这里 肯定在说我 他肯定在说我的时候 我就刺他 痛死他 这个人起了个心念 那些疾导的心念 疾导的心念 那去到 看到这个男人佛陀在这里 这个不拉盆达家 看到这个男人就跪在这里 顶礼佛陀 顶礼佛陀之后 就跟佛陀说 佛陀佛陀啊 仲位比丘啊 今天这些供品 是全部大家一起供养的 所以每一个人的供品 都在这个壶里面 这个供缝里面 实在我说 佛陀朱比丘说 每一个人所供养的 无多无少都不要紧要的 实在 大家都很虔诚地供养佛陀 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什么 获得同样这么多的功德 这个库库听完就觉得很惭愧了 原来自己用这种心去策略一个这么慷慨的人 听完就跟这个男人说 哎呀真是对不起啊 师兄 当时不知道什么叫师兄 他说真是对不起啊 师兄 请你原谅我对你心怀鬼胎 有个恶意 佛陀朱听到这个富翁 不拉盘达加拉就跟这个男士说这番说话 就跟这个不拉盘达加拉说了这几句说话 他说你要很清楚 非常好细微的善行都不可以轻视 如果我们经常做一些这么细微的善行 终于有一天他会变成巨大的善业 所以我们不要说 不要说看小的 我们看到我走过去 看到有条虫 有条虫 我们过马路 尤其是如果你们去布林行一条大马路 很多时候会看到有些忧隐 在这边有 爬过去那边 如果一旦一辆车过来 就将它踩扁了 你不要看低 你不要看低 落去新的手 找一块树叶也好 找一只手 将它倒在一边 你记得 是柯兰还是舍利弗 柯兰 柯兰 和舍利弗 两个记不记得 还是加涉专者 那只死猫的故事 柯兰 柯兰他去什么 他求这个卖西瓜的女孩 布施的西瓜给他 为什么不布施的西瓜给他 为什么 应该打加涉专者 加涉专者一去的时候 那都不用问 这个女孩就给西瓜加涉专者 记得这个故事吗 为什么 前世是什么 这个女孩 生还是死的 死的猫 一只死的动物 都可以 轮回回来 会记得这件事 所以我们不要 死了 还需要你管他 在街上 需要你管他 不是的 你想想 不要再被人 继续车过去 多生多世之后 回回来了 柯兰 柯兰 化西瓜 记得这个故事吗 化不了 那只死猫 就因为 扩乱不理那只死猫 而加涉专者 去把那只死猫 扯了 去将它 埋伏了 所以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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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线 是不是很少 你 看不上眼的嘛 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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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不上眼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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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条生命 就是一条生命 何况是生命呢 是不是 如果你说 我一条 周围 看到人们走过 人家会滑倒的 我不要管了 不要嫌弱了 扔掉它 扔掉它 这些就是小线 但是小线 就可以变成 积聚成大线 所以 佛陀所教导的 不是说 要我们 真是 这么快去静 它也知道我们 不会这么快去静 但是它会教导 我们 怎么样 至少我们 从小线要积 小恶要止 这个 它就要开始了 好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 有一句说话 说什么 积善之家 必有如庆 所以中国人那种智慧 也是几千年的 古国的文明文化 我们都不可以 不可以看轻 我们中国那种文化 还有什么 大写大德 不写不德 越写就越德 是不是 所以 所以 师父老人家 经常都说 你未成佛到 先结人缘 先结人缘 实在都是什么 即善 是不是 人缘 你要和人家 善缘 是不是 都是一种善 所以赞叹 总好 给个 怎么办 毁磅 是不是 尤其是我们 个个人都七老八十了 那我们的心 还这么放不过呢 是吧 不要这么放不过了 放下去了 很多东西都 好 我们第123解 他说 伤人被险度 伴小而货多 爱生被毒品 被恶当逆矣 他说财富多 财富多 伴小即是说 维护这些财富的人少 伤人被险度 做生意的人 会被风险 懂得被风险 同样 珍惜生命的 爱生 就是珍惜生命的人 会怎么样 是会避开毒品 毒品不是说 真的那些毒品 是避开有毒的 一切的物件 避恶当逆矣 当然了 我们是不要做 做恶业 是不是 这个避恶当逆矣 这个故事是说哪个人呢 摩可达罗 摩可达罗 摩可达罗是社会城的一个很有钱的商人 有一次有五百个劫匪预备抢他 抢他 出生也几百个 当时没有战刀 也是依靠人去抢他 以以为是何昌食坦 那样 都是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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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没有的 这五百个劫匪 没有地方下手 终于有一次他们打听了摩康达罗 会安装很多贵重的物品 安装在车上 当时车不是我们现在的车 不是我们的大汽车车 是什么呢 牛车、马车等等 知道他们会和一群比丘一起行 他请了一群比丘 你知道当时比丘是什么样的吗 从此地去那些地 好像游牧一样 游牧民族 他说反正你们都要去那些地方 不如我们一起走 就跟比丘说 因为大家的目的地都一样 比丘说好 这个摩康达罗也是很虔诚的信徒 他说在路上 你们需要的东西 你们放心 你们不用担心 我全部给你们准备好了 衣食住行都准备好了 你们放心吧 这群劫匪打停消息之后 预备 当然要先过这群出发才行 去到躲起 才能抢东西 那一早就躲起 预备打劫了 那一到周围的 差不多那些劫匪 躲起的森林的时候 这个摩康达罗就停了下来 停下来就说 比丘比丘 不如我们停几天才再上路 比丘说 哦 这样啊 停几天才上路 好啊 好啊 没问题了 那这群劫匪 就知道他们要什么 要停下来 停下来 停下来就像我们现在的路营 那样 扎营 那当然不是扎起 现在那些那么漂亮的营 扎布 挡住 扎营就预备住几天 谁知道呢 谁知道呢 有些劫匪预备要打劫他 就跟比丘说 哎 我们都是要决定回去 那比丘说 哦 又走啊 那好吧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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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走啦 走啦 那就打道回府 回家 那当这些劫匪呢 不知道是不是有耐鬼呢 劫匪知道摩科达罗要打道回府 就预备他在打道回府那条路上 又截劫他 那到那个时候 摩科达罗就经过那地方 有一条村子 那条村子那些人就说 哎 刚才看到那些贼仔 走先过你们 你们因着回去路上 可能被他们打劫你 那摩科达罗说 哦 这样啊 那不如我们在这条村子停几天吧 当然啦 是不是 知道被人打劫还不停吗 那我告诉比丘 比丘 比丘 我也是要决定停在这里 照顾好一下我的货物 如果你们想先走 你们走啦 那比丘说 哦 那我们就走啦 我们先回到黄摄城 去摄卫城 那我回去呢 回去呢 之后呢 回到黄摄城了 那些比丘就跟佛陀说 哎 这个摩科达罗啊 几次了 一去又要回来 回到来又说要停 终于我们都要折回来 这些卫城了 佛陀 所以这个行程就取消了 佛陀说 比丘啊 比丘啊 这个摩科达罗啊 知道自己深陷险 险恶的环境啊 他珍惜 怎样呢 他珍惜所有人的生命 包括他自己的生命 他不是珍惜他的财物 他珍惜保佑人的生命 他也珍惜比丘你们的生命啊 因为他知道 这些贼仔要来打劫 他要远离这些贼仔 有毒的 有毒的什么 毒品 有毒的所有人事物啊 甚至没有环境啊 他说 所以啊 他说 同样啊 有智慧的比丘啊 应该啊 好像啊 摩科达罗那样 那有智慧要远离什么 远离一切有危险的旅程 或者 一切有危险的环境 或者一切有危险的物品 诸而处理 那 才怎么样 你才可以精进去修行 不会浪费自己的光阴啊 所以啊 你看啊 实在佛陀 佛陀是 听完摩科达罗这个故事啊 他才说这四句解释 所以由法句经 一开始我就和大家说了 法句经是佛陀 随机而讲的 教会来的 就是后来的人呢 将它叙目了 所以将它整理了 成为法句经 所以实在是 我们时常都可以 怎样呢 以它来为界的 以它来警戒自己的 所以这个就是 第123解 实在我们人生 很多时候都充满了什么 很危险的旅程 是不是 所以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 比优利戒律里面 也都有的 有说的 我们比优利戒律里面 有些 有些戒律 也都叫我们 要小心 小心入村落 因为教人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小心入村落 不可以在村落 不可以独行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 印度 印度 是一个 重男轻女的地方 重男轻女的地方 况且 一个女众 自己独来独往 尤其是陌生的地方 是一个很危险的 那就是这个 这个 戒律 有些戒律 实在你们是可以 去看到 比优利戒律 但是 为什么现在 这个世代 他经常说 在家人 不可以看出家人的戒律 就是 为什么呢 是因为 过往很多在家人 懂得出家人的戒律 那之后 你们 如果不用嘴巴指责 或者不用行为 去毁谤 有时心都怎么样 心会出了一个 对 是的 嘴巴嘴巴 是这样的 那个师傅 做了这些事情 都不适合戒律 那变成了 会生嫌弃 会生嫌弃 那你就会 有时 会对 对 对增保 失去的信心 或者甚至 对法保 或者甚至 对佛保 失去的信心 那就很不值 是吧 所以 近代的 讲戒律 所谓叫 律师 有一些人 都是会 这样去勸奸 但是 我亲近过 一两位 很有不幸的律师 他也解释过清楚 他说 如果你身为老师的话 你应该要解释清楚 给学生知道 他们看 如果真的要看 出家人的戒律的话 他们以一个什么 心态去看那个戒律 以一个心态去看戒律 就是 原来 师傅你要受那么多戒 原来师傅你要做那么多 但是 虽然有时 师傅可能 潜不到这条戒 但是师傅始终都是一个人 我们一天 我们一天没见性 我们一天都是一个犯夫 我们只能怎么 只能希望 我们每天做好一点 就是这样 所以 其中一条戒 就是 不独自入村落 我曾经因为这条戒 我曾经问过师傅 我师傅老和尚 我说 譬如 那时候 我常常回香港 未必有人陪我 我说 那师傅 那我就自己 独自入村落 他说 香港你出生的地方 香港你将大的地方 你熟悉的地方 就是你说 你熟悉的地方 你没有那么容易 怎么办 终于遇到危险 是不是 也都不会去一些 我们也都 就是我 至少我自己 我也都不会说 晚上去鸭寮街 或者去那条廟街 这样走 是不是 就是 我不是说 鸭寮街 廟街是毒的地方 就是 那么杂的地方 我也都不会说 乱去的地方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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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旧东西 晚上放野灭的 很多人去 很多人去 但是 你想想 你自己身为一个出街人 走去那些地方 你自己都 全身不安心 是不是 所以师傅就说 虽然 街是 街是严谨的 但是我们守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要知道 有些时候是 我们要持的 要持得很严 有些时候 我们持的是 有一个方便的 但是当然 不是说全部都是 要方便 是不是 OK 这个 记住 这个毒品 不是真的那些毒品 是 恶毒危险的 人事物 环境 是的 人事物 也是 OK 那么 第124 他说 假若无有 仓相手 可以其手持毒药 毒不能患无 相手 不作恶者 便无恶 很明显 如果我们的手 没有伤痕的话 我们可以 放毒药在手上 没事的 那些毒药 不会伤到我的手 他等于什么 不作恶的人 就不会有恶果 这个很简单 但是有一个大故事在后面 这个故事是说哪个呢 就说这个 驱古泰弥陀 真是难教 Kukutamitta Kukutamitta 更容易 Kukutamitta 实在 有时 你可以这样 用美的字来读 Kukutami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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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说这个 Kukutamitta 在黄摄城里面 有一个富家女 有一个富家女 是学佛的 是佛陀 一个很虔诚的 一个信徒 有一天 他就看到 Kukutamit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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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猎人 去到城里 就卖他的猎物 他打了一只 鹿 他就说 没有鹿 打了野生羊 他就去卖 卖了那些肉 这个年轻的女孩 看到Kukutamitta Kukutamitta 一见钟情 人甲人缘 是不是 一见钟情 就深深地 爱上了 Kukutamitta 一直跟着Kukutamitta 后来 就直接和Kukutamitta 结婚 一起住在 一条小的村落 Kukutamitta 继续去做打猎 他们结婚之后 就生了七个儿子 每个都长大 成人 你知道印度人 没有绝育 没有避孕 没有避孕 生了七个儿子 每个都长大成人 每个都结婚 成家立实 有一天 佛陀在他的定宗 就看到 这对夫妇 这家人 是时间了 是时间 要接受佛法 就去到Kukutamitta 打猎 打猎的地方 你知道猎人 打猎最喜欢的 是什么 做一些陷阱 是不是 那些叫陷阱 陷阱 陷阱 像陷阱去捉住那些猎物 佛陀去到这些陷阱 那些陷阱 当然不是像陷阱 佛陀在这个陷阱周围 走一圈 就看到很多 就练了很多脚印 是不是 然后在陷阱 远的这么多一棵树下 就坐下来 坐下来 没多久 这个Tamitta 就来看看自己 有没有过陷阱 有没有捉到那些猎物 就看到 咦 以为有猎物 走了下去 咦 为什么离开这个陷阱 没有多远 这么多脚印 咦 当然有人走去 偷了我的猎物 远远就看到树下 就有个人影 当然是他 你知道 我们经常推理很厉害 黑暗里面 看到有一堆东西 一踩下去 它好像是移动 就以为是蛇 是不是 那么 那么 就说 嗯 肯定是那个人 拿了我的猎物 拿起子弓箭 就想射了 那么 一射的时候 他整个僵硬 就站在那儿 就像僵尸 站在那儿 不能动 那么 不能动 那么 那么 他 不能动 那么刚刚 他的儿子 又来 又来想着帮父亲 帮父亲 拿那些猎物回去 咦 怎么看见我父亲 站在那儿 好像坐城 那样 愚愚不动地站在那儿 那么 那么 看到 陷阱里面那只猎物 又没有了猎物 哦 当然 当然是那个 又看到 那个树荫下面 有个人坐在那儿 当然是他 那么 他们呢 一起就拿去那些箭 就预备对着佛陀 就射 怎么知道 一想射的时候 个个就 好像被人点穴了 那样 站在那儿 那么 佛陀当然是点了他们的穴 那又是动不了 那么 这个女孩呢 这个女孩呢 和他的媳妇呢 就在家里 为什么 为什么 Tamita和孩子 那么久都不回来 就觉得很奇怪 就和媳妇说 我要出去看看 他们为什么 那么久都不回来 那去到呢 就看到他们 各个都拿着弓箭 向着佛陀 站在那儿 就觉得 以为他们 预备射佛陀 哎呀哎呀 你们不要射我父亲 你们不能射我父亲 你们不能射我父亲 奇怪了 这个聂人呢 聂人呢 聂人呢 就听到 Tamita呢 就听到太太的说 哎呀 不可以射我父亲 哎呀 个心呢 Tamita就个心 哎呀 原来树下面 那个影 那个人 是我的什么 是我的外父来的 我外父来的 我怎么可以射我的外父呢 一有 一有了这个想法呢 一有了这个想法呢 整个人就远了下来 因为为什么 这个想法是什么想法呢 一个善的想法 那么呢 那么 那时候呢 这个太太呢就说 你们快点把你们的功和箭放下来 你们不能射我父亲 你们不能射我父亲 那么那些儿子呢 那些儿子呢 听到呢 全部呢 就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了一个恶意 要射这个箭 那么呢 就 佛陀呢 就将他们呢 全部解封 解封 就可以动得了 可以动得了 可以动得的时候呢 放下弓箭呢 他们呢 就一起 就 他太太 就说 我们要去上面 去鼎礼佛陀 他们才知道原来那个不是 不是 他太太的父亲 实在你可以说 是父亲 是法的父亲 是不是 我们经常都说 佛陀是我们的 法的父亲 不是我们 不是我们的这个 不是我们这个肉体的父亲 那么 佛陀呢 回到精舍之后 就 就 不是 佛陀当然了 跟他们说佛法 令到他们得到佛法 是吗 那么佛陀回到精舍的时候 就跟其他的比丘 就说起 今天这个 Tamita 一家人的事情 那么 比丘就说 佛陀佛陀 如果这个太太 她本身 根本是学佛的了 根本是信奉你的了 那么 她都去 嫁给这个人 又生了那么多儿子 那是不是 一样跟他们一起 杀生 你说是不是 佛陀 当然不是 她只是尽了 她做妻子的责任 准备的功 准备的箭 准备的箭 但是 那个功和箭 一不是她用的 二 她也没有控制权 她们怎么用 因为 握功握箭的 不是这个女子 这个女子 只是尽了什么 尽了自己做妻子 做母亲的责任 准备好 这些弓箭给她们 但是她 心中 心中 没有一个 杀念 要这个丈夫去杀 去杀任何一个众生 但是她知道丈夫去杀 去杀 去做猎人 但是不是她心中 有一个 去做猎人 去做猎物的心 所以她不会受这个果报 那你会觉得 奇怪 奇怪 这个不算误杀 但是我们现在 现今的社会 误杀也很大罪 是不是 你陪在一起人 你虽然不是你杀 你陪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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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着他杀 你差不多是赞同他杀 记得 记得 实际上我们慈戒 我们怎么叫做犯戒呢 有三个层面的 第一就是我们自己去做 是不是 第二 我们叫别人去做 喂 你帮他杀了他 你帮我去捉这只果子尼 我今天要吃果子尼 你帮我捉这只果子尼回来 那如果他真的捉了的话 那你怎样 你真是有烦恶 第三是什么 是的 赞贪别人杀了 哇 你这么聪明 真是好 赞贪别人杀了 为什么 这三样东西都令到你手上有伤口 有伤口的时候 你怎样 毒就可以入侵了 所以我记得我去年有一次 跟师傅 我说 喂 我们今天出去河边逛逛 今天天气这么好 去河边逛逛 刚刚那段时候 就是三文鱼回楼的时候 河边站了很多钓鱼的人 很多人站在对岸 就看着对岸的人在钓鱼 我们走完下去 走回来的时候 对岸有一个人 就钓了一条鱼 钓了一条鱼 他们一拿起一条鱼 然后把鱼放进冰箱里 师傅你没见过 看到他们做什么 就站在看 在对岸看 我说 不要看 看什么 不要看 一看的时候 你会怎样 一是一个好奇心 你不知道你的心 会起什么念 就说 哇 这么聪明 这样 这个是赞叹 这个已经是赞叹 或者说 哇 这条鱼很大 当然 我们也可以 在知道的时候 生起七人之心 送一个赤匪观 那天我就跟他们说 不要看 我们千万不要看 因为一看 我们不知道 当时生起了什么心念 的那么多的赞叹心念 我们怎么办 我们都落下了这个范界 那 刚刚有对夫妇 站在我旁边 只差一步 他听到我说这句话 他说 哎呀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从来没有想过 他说 为什么你叫他 你不要看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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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解释给他 他说 你看看一件这么残忍的事 你想不想你自己的头 好像个鱼头 他说 是的 我也不想 所以不想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赞叹他们了 他说 哦 为什么 白人的夫妇 白人的夫妇 他都转着面走 他都不看了 所以 在那段时候 9月12日那段时候 河边很多人 很多人钓鱼的 如果早上有时去走 他们四 有时六点多钟去走 他已经 已经站在那儿 他们说 四点多钟 已经开始在那儿钓 我眼尾都不看他们 我直走直过 平时有些人 我就会打招呼 但是钓鱼的人 我看都不看 我直走直过 有时不是没有礼貌 有时 大家自己知道 心念要很清楚 如何握住心念 所以 记住 小小的毒 如果我们的手 有小小的伤口 那毒 就会怎么样 会令到我们自己入侵 OK 好 第1、2、5解 它是若犯无邪者 清淨无掩者 最恶向愚人 如亦风扬尘 若犯无邪者 就是有犯恶的 是吧 清淨无掩者 就是没有犯恶的 它说 最恶向愚人 实在是自作自受 就等于 如亦风扬尘 如亦风扬尘 你记不记得 我们在42章经说过 亦风磁具 磁火具 会怎么样 烧到自己 这里差不多 如亦风扬尘 当你 那些尘向着你的时候 那些尘这样吹的话 如果你亦风的话 那些尘就吹着你了 是不是 那些尘应该怎么样 那些尘应该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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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那些尘是随着风吹的 那如果你不顺着那些尘去的话 你就逆封 逆封的时候 那些尘就全部撲面了 这个可拉 这个Coker Coker Coker又是一个猎人 有一天 他就和一堆猎狗去打猎 那你知道 打猎的人很多时候用猎狗 如何 追猎物追得快 而且可以帮他担猎物 那有一天 这个Coker就出去了 那在路上 他就看到一个比丘在托 痕痕 他就觉得这个不吉祥 他说 在那时候原来也有 有这些不吉祥的事 不仅是在中国 看到我们说 我们是达吉利市 输光了钱 那些 不是的 原来那时候也有 我看着这个故事 我都觉得 原来已经几千年了 这个不吉祥 这个误会 他心里就嘀咕嘀咕 今天见到一个这么讨厌的人 我今天一定没有收获 那天他真的一点收获都没有 他回家的时候 他就见到这个比丘 在城里托完拨回来 他一见到就生气 哇 什么 无名火起了 三千丈 就追放这狗 就追这个比丘 多严重 这个比丘当然是走的 走走走走 这个比丘走得很快 就爬了上一棵树 你知道那些狗爬不到上树 爬了上树 那些狗就在下面等了 那这个猎人走到树下面 就想怎样呢 想拿一把箭 就去射那个比丘 那只脚 那为什么呢 射不到他的身上 他的脚当然是站在那里 就打算射到他的脚底下 让他跌下来 那便射到了 射到这个比丘 射到这个比丘 当然射到他的脚底下 那当然很痛 很痛的时候 你知道吧 那些袈裟 那些袈裟 不是像我们那样 有个扣扣住 不要那么容易跌下来 那些袈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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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袈裟的时候 就保护不了那袈裟 那袈裟就跌下来 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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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袈裟的头 那些袈裟 那些袈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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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袈裟呢 这些袈裟呢 看到一件黄色的袈裟呢 就以为那些比丘就跌下来 因为它看着那些比丘 爬了上去 穿了黄色的袈裟 就以为那些比丘又跌下来 那便飞扑地上去 咬这个 咬这个 被那些黄色的袈裟 盖着头的人物 那麽呢 就咬咬咬咬咬 怎麽知道咬咬咬咬咬到這麽下呢 放開才看 哎呀原來我自己是主人 怎樣呢 立刻各散洞勤勤勤飛奔而走 那麽這群狗走了之後 那個比丘都已經忍不住了 那個跌了下來了 那些樹枝斷了又跌了下來 那麽發現了 那個獵人已經被狗咬死了 他心裏很難過 他難過了 他說哎呀糟了 那個獵人這樣死 我就要負責任殺生 那麽呢 那麽呢 因爲他的袈裟 套住了那個獵人 那麽呢 他就回去精舍 就見佛陀 就告訴佛陀聽這個故事 就跟佛陀說 哎呀我 我是不是因爲這樣而犯了殺業 佛陀說 你不用為這個獵人的死而負責 因爲不是你有心而殺死他 你這件袈裟是無心地掉下來的 所以他説你沒有違反這個界律 你亦都不用為他的死亡而負責 因為他說 這個獵人 這個獵人傷害一個和他毫無關係的人 是不是 這個獵人根本 這個給你根本是沒有意思要去傷害這個獵人 反而這個獵人去刻意去傷害你 所以他説 所以他才得到這麽悲慘的後果 所以我們有很多時候 就不要這麽容易落一個網段 見到有些事情 或者我們聽到一些事情 這麽容易落一個網段 就說誰對誰錯 因爲我們不知道那個人的心態 所以記得我去年說香港的事情的時候 我跟大家說過 我們耳聽的 我們眼睛看到的 不是親眼看到的 真的不要亂說 耳朵聽到的 不要亂說 尤其是現在到現在這個疫情 疫情也是 我們眼睛看到的 也未必全看的新聞 所以我們不要真的 不要亂全部百分之百相信 但當然我們要自己做好 我們自己個人的衛生的準備 也不要說 被那些恐慌嚇到自己 被那個洞都沒有了 是吧 不要說你搶這個搶那個 我們要明白 所以我們不要這麽容易 被我們自己的眼耳鼻舌身 二 它會騙到我們自己 最重要是這個心 心真的要很專注、很清明 還有事事要提起什麽? 提起這個正念 OK 有沒有人有問題? Ivy 沒有嗎? OK 好 我們說這個 它說 有人生於母胎中 作惡者則墮地獄 正直之人 升天界 漏盡者正入裂盤 這個母字和這個墮字 是後期加上去的 因為恐慌那些人不明白 所以就加了下去 有人轉生為人 作惡者則墮地獄 當然 你行惡的當然是落地獄 正直的人就會升天界 漏盡者 所以所有煩惱沒有的人就會入裂盤 這就說誰呢? 就說這個 一個工匠 一個工匠 工匠不是叫Variable Tisa 看不看得到? Tisa Variable Tisa 有一個工匠和一個比丘 這個工匠無故地打這個比丘 叫Variable Tisa 以前這個工匠住在社衛城 他每天都會去供養一個正道阿羅漢國的比丘 正道阿羅漢國的比丘 有一天 這個工匠在處理自己的飯餐 在處理一塊肉 驅薩羅漢國的波斯力王 就送了一個紅寶石來 叫他去處理、去修整 叫他切完,叫他裝飾 然後送回去給波斯力王 這個工匠的手 然後呢 剛剛那時候弄一塊肉 有血 就接了這個紅寶石 就隨手把紅寶石放在桌上 然後回到屋裡想洗手 誰知道回到進來 不見了那個紅寶石 不見了那個紅寶石 他就養了一隻寵物 寵物雀仔 那個寵物雀仔 就趁這個工匠去洗手的時候 就聞到血腥味 就以為這個紅寶石 就是一塊肉 就鼓了一聲 就吞了那個紅寶石 在肚子裡 那你的工匠洗手 回到手 為什麼紅寶石不見了 大件事 這個紅寶石不是誰人的 是皇帝的 波斯力王送來的 你說阿茂說仇 不見了紅寶石 就買貨的 送給他 但是皇帝那顆寶石就不行了 隨時有殺頭 那工匠就說 跟老婆說 是不是你拿了 跟兒子說 你有沒有見過那顆寶石 每個人都說沒有見到 工人也說沒有見到 太太也說沒有見到 兒子也沒有見到 他說那怎麼辦 沒有理由的 明明放了那顆寶石 那顆寶石在桌上 怎麼會沒見到 那顆寶石會不見了 那這個寶石呢 就經常都在一個工匠那裡 收工的 在那裡安單收工的 那工匠就說 個個都說沒有拿到 那顆紅寶石 當然是你拿了 是否你拿了 你拿了 麻煩你拿出來 比喻說 我沒有拿到 你的紅寶石 他說 你怎麼會沒有 只有你在這裡 只是你在這裡 個個都說沒有 還不是你是誰 你知道我們有時候 真的 推理又是 這些也是推理 不見了 紅寶石 兒子沒有拿到 老婆沒有拿到 當然是你拿了 唯一你在這裡 我們經常都說推理 當然是你拿了 你還不給嗎 你還不給嗎 打他 拿起一條鞭子打他 那他跟老婆說 我一定要打他 我打他 他才會認罪 那老婆說 不行 他是我們的老師 十二年了 他一直都在我們這裡 一直教我們佛法 我們一直這樣供養他 他怎麼可能會拿你的寶石呢 你不可以這樣 這樣 他說 但是不見了寶石 他說 我們有沒有見過他做壞事 我們有沒有見過他偷我們的東西 那你割工作 那當然沒有 但是真的不見了寶石 他說 我們不可以誟謀他 因為如果他沒有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誟謀他的話 我們要下很大的錯誤 我情可被國王罰 我都不可以受這個誟謀比丘的罪過 他說你不可以 但是這個 這個 這個工長不肯聽我太太說 就走出去 拿著繩子 去打這個比丘 打到這個比丘 你皮破血流 這個比丘打到他皮破血流 因為他被公長綁著你打 不能動 不能走 被打到皮破血流 又有血腥味 又有血腥味 那隻小鳥又走過去了 又走過去 想吃那些血 想拿些血 想吃些肉 因為已有血味 這個工長 看到他那時候 是甚麼 露火三千仗 正在打人 你還走過去 阻礙著 一隻腳 又踢那隻小鳥 誰知道 一腳 踢中那隻小鳥 那隻小鳥 烏呼哀哉死了在前面 死在前面 那個比丘 就有氣無力地跟他說 他說 你呢 看一隻小鳥 是不是死了 那這個工長 是呀 你也像小鳥 就快要死了 讓我打死你 他說 你不要打我 不如你去打開小鳥 看看小鳥 有沒有一個紅布石 在裡面 他說 是小鳥 吞了一顆紅布石 徒弟 那這個工長 很不奮氣 很不奮氣 但是呢 聽這個比丘這樣說 他就想 好吧 撿起小鳥 就去一戒戒開肚 就看到一顆紅布石 在肚子裡面 真相大白 真相大白 他就說 哎呀 知道自己犯下 離天大錯 怎麼樣 就跟那個比丘 就說對不起 然後就在那裡 就跟那個比丘說 以後呢 請你呢 以後你繼續來我們家 托背 我以後無條件 什麼我都會 供養你 那比丘說 這個不是你的錯 這個也不是我的錯 這個怎樣 是我們 是國往生 累劫以來的業 大家的業 只是 只是 我們輪迴到今時今日 我成為你的家人 向你的家人 托背的比丘 而你的小鳥 又輪迴回來這裡 所以這個 你又輪迴做一個工長 我們這個業縣 這個業縣 剛剛成熟在這一生 成為一個這樣的環境 我們一定要搜捕 他說 他說 實在呢 我也有錯的 比丘說 這個TISA 實在我也有錯的 我不應該入居市的家 所以我們是有條戒律 我們不亂入居市的家 就是 有很多原因的 所以你不要覺得我們不給你們面子 如果你請我們去你們家 當然 有時候 譬如你們有些事 或者你們有些大活動 我也曾經 可能十隻手指都數得來的 他說 因為為什麼 他說實在 有很多時候 要避開 一避開嫌疑 避開嫌疑 二就是避開這樣的環境 這個TISA 說 從今以後 從今以後 我再不會隨便入人家 我只是站在門口 托撥 並不表示 你不可以請我們去我們家吃飯 當然不只是請我一個 如果你說 師父可不可以應供 我們可不可以供養你們 你們應供 可以的 實在是可以的 譬如你供養 我會應供的 當然整個爭團去 你當然要煮大餐 所以 這個比丘 就回到佛陀 告訴佛陀 這個故事 佛陀 就解釋了 給比丘 和眾比丘 聽他們的故事 他說 後來這個比丘 雖然發了怨話 日後我不再去 你們的家裡 我只是站在門口 但是始終這個比丘 因為傷重 死了 死了 但是 那些比丘 聽佛陀的解釋 就說 佛陀說實在是比丘 貼薩 其實貼薩是一個 很出名的比丘 在南傳裡面 很多他的故事 他說實在 這個貼薩 他還沒死之前 他已經正了阿羅漢果 入了涅槃 他說 這個比丘入了涅槃 他說這個小鳥做什麼 將來做了公將的兒子 投胎做公將的兒子 這樣也有福 做了人 公將死了之後 就入了地獄 為什麼 殺了比丘 殺了比丘 而公將的太太 因為 當時是善心對比丘 所以死後怎麼辦 聖天 所以 因果是真的不微 所以 小小的因果 我們真的不要 不要小看 何況 何況這麼大的因果 殺人的因果 好 OK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這麼好 香港 沒有人有問題 你有問題 來 來 給你一個咪 其實很困擾我 今天 我和朋友聊天 因為 我的家人來了 他有個菲律賓人 傭人 姐姐幫忙 我說 不如星期日 因為他是天主教徒 我就提議 不如我帶他去一個很美的church 在downtown 叫他去散心 讓他不用這麼辛苦 一個星期七日 後來我和朋友分享 她說 Downtown 有很多 旅遊 現在這個 疫情這麼厲害的時間 可能你做好人 變成做壞人 因為我家人來的時候 他剛出生一個嬰兒 小孩兩歲 其實我來的時候 有一個香港朋友告訴我 他的家人和好朋友 又要在冬天 因為他們可能接觸到 有病毒的人士 其實這個病毒 真的把我們很多 平時我不想的事情 我就這樣衝口 或者衝到我 這樣做 其實是很靜念的 但是幸好也有朋友 跟我這樣解釋 我也要收一收我的想法 不如不要去church 但是我說不出口 因為別人的房間 所以星期日 是我上個禮拜日帶他出去 這個禮拜日 我真的猶豫 因為別人做這麼辛苦 但是這個病毒 真的轉變我們很多的生活上 或者我們 我現在會提醒自己 要想得更全面 因為他有個小生命 剛剛出生 還有個兩歲大的小孩 但是 再想起我父母 糟了他們出街 夠不夠 會不會洗手 他們咳咳 怎麼辦 等等 很多事情 這個病毒 你說要保持症 我很多時候已經不看新聞 什麼都知道 只是說 爸爸媽媽 你記住吃維他命C 你的肥獨系統 一定要保持得好 但是有時候 那些事情 是打擊到來 都要整個震一震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收心這麼緊要呢 就是你看到了 如果你們真的認真去看 看事情的來龍去脈 我們不用 我們不要說這麼多 現在你說這個病毒 全世界有多少人感染了 7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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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萬 9萬 死亡有多少人 好像不夠1,000人 有2,600 有2,600 OK 9萬 2,600 那你說的percentage是多少 不夠1% OK 但是你知不知道 直到上個星期 我今個星期還沒看 上個星期 上個星期全個北美 全個北美 不是北美 不是全個北美 不包括加拿大 是美國 因為這個statistic 是CDC出來的 CDC就是說 Disease Control 病菌控制防疫中心 CDC出來的 那个statistic是说什么呢 美国直到上个礼拜为止 有2200万人是受了 influenza b 流感 b 型的感染 死的人是超过2万人 你听到这些 number 你再看这些 number 你自己是否应该有多少智慧去判断 究竟我应该做还是不做呢 应该怎么做呢 实在我不是叫你们 什么事无忌惮 什么都不用管 但我亦都叫大家 不要恐慌地去处理 实在有很多事 你再看清楚就是 你怎样会受到传染呢 就是紧密的接触 尤其是脱液 你吃一点我吃一点 又经常不洗手 或者接触到之后 你又咬下眼睛 又咬下鼻子 所以这些个人的卫生 如果真的做得好的话 至少你感染的机会是小很多 尤其是我们学佛的人 我们也知道 如果万一真的自己感染到 是什么事 是因缘来的 因缘制会 在现在这样感染 为什么这么多千万人都感染到 我感染到 为什么我千万人都不认识 我是认识你们 这些人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缘制会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记得我们学佛 学过些什么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要记得 这些这么大的恐惧 就是苦 这个苦因从何以来 恐惧以来 和我们迷失了正念以来 那我们更加应该要怎么样 更加要收心 更加要知道 我一怕 我知道我害怕 怎样 我今早起床 我喉咙痛 整个这边喉咙痛 耳朵痛 整个这边都不舒服 我没有想着 我感染了这个病毒 我没有想着 我说糟了 难道我感冒 但又完全没有感冒的象征 但就是痛 那怎么办 我实际上 我都很小心自己的卫生 我说 好 那怎么办 吃风膠 用风膠浪口 用盐水浪口 吃了一瓶果醬做早餐 就是这么多 我说好 别管了 擔心 擔心不理 我说先打坐 打完坐再算 我坐了一个半钟 好了九成 你现在问我 有没有喉咙痛 没有喉咙痛 没有耳朵痛 你的耳朵马上没有胀 我不是说打坐是神奇 而是说 万一自己有什么事 至少我让心沉下来 让心定下来 让心清下来 让心明下来 我才可以选择最好的方法 去处理自己当下的状况 如果自己的心中动荡 你说 你怎么办 不就更加乱常加乱 是吧 那当然 当然 你要一家大小 那么多 一家大小的东西 你就要顾一下大大小小 但是 好 去完街回来 洗了凉 换衣服 洗了手 才去逗大大小小 就可以了 不是说 一出街就会感染的 那就糟了 全世界都 躲在里面 你说 你躲在里面 你也会有感染 对吗 所以你说 谁知道 真是没人知道 我想我们记住 在这样的时间 为什么我这次没有说 这个疫情 我为什么没有提及 这件事 因为我觉得 去年的疫情 去年的疫情 是比现在的疫情 现在的疫情 是什么的 是人的那种 极大的恐慌制出来 如果我去年 说了这么长时间的慈心禅 但是现在就是要做慈心禅 做慈心禅 之前要做正念禅 我每天都说正念 星期二又说 星期三又说 如果你们平时听着我说 你一天都是这样坐 你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不会太害怕 不会太担心 知道吗 正念走了 可以拉回你 冲走了 再拉回你 让自己静就静 让自己静就静 当自己知道自己不静的时候 即是说 我的正念不足够了 我更加要静多一点 在那时候 在那时候 好吗 好吗 你们怕不怕 怕不怕 不要担心 小小小 小小是正常的 但最重要的是 自己个人卫生要做得好 真的要做得好 我带了十二天 一百四十人 是吗 这么近 每个都只有这么多地方 每个都只有这么多地方 一天六个小时坐在一起 但是大家要做好 大家要做好准备 大家要做好自己个人的卫生 做好自己的防疫措施 这是最重要的 就像你和爸爸妈妈说 你自己要 你自己的免疫能力 早点睡 不要吃那么多 煎炸东西 吃了水果 吃了蔬菜 少吃肉 甚至最近最好 不要吃肉 那慢慢怎么样 让自己的免疫能力提高一点 至少做了防疫措施 是吗 OK 好 好 好 你知道宝林重建 现在如火如荼 你最近有去到的 昨天已经拆走了大吊机 中间的大吊机 搬走了 不用用了 因为大蝶和屋顶差不多做好了 我们现在准备 现在是籌备 做内部装修了 终于处理的东西 有八大区 如果你们有能力的话 你家里有能力的话 你朋友有能力的话 就可以鼓励去布施八大区 不过有两区已经圆满了 我知道大典已经圆满了 以及齋堂已经圆满了 还有六区 可以支持的 买一张床也好 是吧 共一张床给学生用也好 OK 好了 今个星期日 3月3日 有个很殊胜的法会 3月1日 3月1日 sorry 3月1日 3月1日 有个很殊胜的法会 希望大家可以来随喜别人写族出嫁离 一个这么殊胜的日子 在宝林 在宝林 好 好的 好 我们回向吧 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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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的说法 能够可以好好学习 好好实践 让自己可以真真正正 来苦特乐 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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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 迈向 自在 解脱 好 Good night 行 就是 快点 适量 更疯狂 通过 通过 如今 最后 我们还请